我嫂子有两个子宫 他一个用来生孩子 一个用来满足男人 爹和哥哥都疼嫂子 村里人都说我哥好福气 可他们不知道 嫂子是被我哥杀了 做成吐妻才这样的 他现在不光能生 还能榨干男人 嫂子快不行了 几月前 他在州里放了八豆 害得全家人上土下线 趁着我们都须得 起不来床的时候 他摸黑从家里跑了 还是村头里的摇二狗 起叶时撞见了 大声叫嚷起来 全村人帮忙 才把他给抓回来 这可把我哥气坏了 便拖着嫂子进了屋 臭婊子 老子这三年亏待过你吗 村里的媳妇不是打断了腿 就是用铁链子一直拴着 老子除了刚开始拴了你一个月 什么时候还拴过你 一阵棍棒落下的闷响 嫂子的惨叫声响起 夹杂着我哥没听的咒骂 我他妈还真以为你定下心来了 谁知道 你居然还想着跑 我打不死你个臭婊子 我哥房里打着打着 棍棒的声音变成了耳光的声音 嫂子也从惨叫变成了哀求 我爹听见这动静 拉着我走开了 嘴里还感慨着 这女人啊 还是得有孩子了才会老实 要不是因为真真生不出孩子 也不至于嫁进来三年了 还想着跑 说起来 当时娶嫂子 家里还花了好大一笔钱呢 我哥从屋里出来后 我爹又进去了 只是刚进去 便拍着大腿出来 碾上我哥 这回下手怎么这么重 人都吐血了 我哥紧了紧裤腰带 满不在乎的说 反正也是个下不出蛋的母鸡 现在又想着跑 留着也是个有意心的 就算弄死了 也省粮食了 我爹转身锁上了房间门 把解了一半的裤腰带记上 没了心情 他一头钻到放杂物的屋子里 带到天黑才出来 我爹对我招了招手 凯娃子 你去把王秃子叫过来 给你嫂子看看 我哥正在肯磨 听我爹这么说 叫住了我 有啥好看的 我下的手我能不清楚 还叫王秃子 花着冤枉钱干啥 我爹没理他 只让我快去 用跑的 王秃子是村里的赤脚大夫 村里有人病吗 都找他 等王秃子跟着我气喘吁吁的进了家门 立马就被我爹领进屋去了 没带一挥又出来了 我爹往王秃子手里塞了两张票子 神态十分严肃 王先生我这儿媳妇 无论如何 您都想想办法 好歹 让他再活上七天 等送走了王秃子 我哥不乐意了 爹啊 你这是干啥 我这把就没打算让这贱人活下来 揍他都是下了死守的 我还指望着 他咽了气 找个鬼没人牵线 拿他的拼再取一个呢 神神秘密地关上了院门 又关紧了堂屋门 这才开口 立娃子你想不想有娃 我哥愣了一下 像是没听清 啥 爹 你不会是想让他的聘 买个娃吧 我爹一巴掌拍在我哥后脑勺上 我是问你 你想不想 有个有自己血缘的娃 你要是想 那真真 就得再活七天 这下不光我哥愣了 我也不明白了 怎么 让嫂子再活七天 就能生个娃 我爹见我俩都一脸的不紧 突然黑黑地笑了 从怀里掏出一本泛黄的旧书 他指着翻卷开的一页 让我们看 我和我哥把头凑过去 只见上面写着 吐七 取肥瘦母兔一只 每日清晨 以南血连似七日 寻心死女是一句 以母兔入女体 语出吐尾 免出吐尸 则吐死女复生 吐七成 还没看完 我爹又指着后头一行字 让我们看 吐七行与人无异 姓温顺 双功 善生产 看着我爹冒着金光的眼睛 我心中有了一个猜想 爹 您不会是想 把嫂子做成吐七吧 我爹哈哈一笑 拍了拍我的肩头 还是凯娃子机灵 珍珍反正都是活不成的了 不如就用他做这个吐七 要是成了 咱家可就有香火了 我哥文言也笑了 眼神不由自主地 瞟向他上锁的房门 如果这吐七真能做成 咱家不光能有香火 还能发大财呢 这下轮到我爹不解了 可我看着我哥 嘴角挂上的笑 猜到了 我们村 向来缺女人 自然也缺香火 家家户户都缺 我爹去兔窝挑选了 最肥瘦的一只母兔 抱着进了屋 绿娃子 快放血 喂兔子 我哥拿着刀 有些不乐意 反复问我爹 真得放足七天啊 我爹抱着母兔撇了撇嘴 反正书上说了 得同一个男人连放七天 你要是想要香火 那就得放 我哥从小怕血 听我爹这么说 眼珠子一转 指着我 书上只说男人的血 又没说哪个男人 让凯娃子放 我爹听了气不打一出来 抱着挣扎的兔子 又不好撒手 只好踹了我哥一脚 嘴里骂道 你自己的媳妇 你让你递给你养 我哥身形灵活的一朵 我爹没踹到 他戏谑的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我爹 凯娃子这不是年龄 还没到吗 等他年龄到了 真真不也是他媳妇 还是说 阿爹你来放血 眼看我爹 气得吹胡子瞪眼 天边也渐渐陷了于杜白 我心一横 从我哥手里夺过匕首 划开了手臂 我来就我来 我接了一碗血 递给我爹 说来也怪 那母兔子闻着血位 竟也不挣扎了 小鼻子一抽一抽的 往着碗边凑 我爹把兔子放到地上 碗也放到地上 那母兔子闻着胃儿 就蹦了过去 红红的小舌头 舔尸着红红的血浆 终于在太阳完全出来前 把一整碗血 都喝了个干干净净 我爹大喜 也不把母兔子放回兔窝了 干脆在我卧室 给他扎了个草窝 凯娃子 这几天你可照顾好这兔子 等你长大 爹也给你弄个好媳妇 接下来七天 我就负责照顾兔子 而我哥负责照顾嫂子 不能让他提前死了 这不 天才刚大亮 王兔子便提着草药包来了 我爹迎了上去 结果草药就一头扎进厨房 小心翼翼地包着嫂子的掉命汤 王兔子毕竟也只是个赤脚大夫 没什么大本事 就这药方 也只能说是死马荡城活马医 能不能吊住嫂子七天命 也都还没准 我爹把包好的汤药送到我哥房里 我哥接了过去 我爹凑过去 想帮着把嫂子扶起来 可我爹的手刚碰着嫂子的身体 嫂子便惊恐地叫起来 手也乱挥 险些把药打翻 我爹没辙 只好叫我去扶 我扶着嫂子的身子 让他靠在我肩上 我哥也罕见地温柔起来 每一口药都吹凉了喂给嫂子 嫂子眼中带着怀衣打亮着我们 却在看了我一眼之后 再按着一日三餐 我爹煎药 我帮着服人 我哥喂药 我们家所有人都提着一颗心 数着日子过 我们小心谨慎地伺候了嫂子五天 只要再过两天 再给母兔子喂上两次血 嫂子的命就走到尽头了 可便故偏生出现在的第五天 第五天傍晚时分 我照旧扶着嫂子 让她靠在我肩上 我哥喂她喝药 可喝了不到半晚 嫂子突然皱紧了眉头 她身子猛地往前一扑 手捂紧了嘴 看样子像是小兔 我赶紧拍着她的背帮她往下顺 嫂子 这要能治你的病 你可不能吐了 我不说还好 一说 嫂子瓦的一声吐了出来 药汤混合着血水吐了我哥一声 我哥当即便暴怒而起 一巴掌狠狠地落到嫂子脸上 臭婆娘 给你两天好脸色 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 说吧 举着拳头又要扑过去揍嫂子 这可吓坏了我爹 赶紧拦住我哥 不停地让他再忍忍 再忍忍 嫂子本来就是半只脚踏上了黄泉路的人 又被我哥这么一打 当即便要不行了 我爹叫我赶紧去请王秃子 无论如何 得熬过七天啊 这回我再带着王秃子回来时 嫂子已经躺在床上 出气多 进气少了 王秃子又是扎针 又是放血的 急得额头都对了一层细细蜜蜜的汗 最终 王秃子还是洗了手 对着我们摇了摇头 他怕事不成了 快则今晚 慢则明天傍晚前 还是赶紧问问 有没有什么话没说 什么心愿没了吧 我爹又抽了几张票子 想赛给王秃子 王秃子聚舞着口袋避开了 将死之人的枕筋 我不收 王秃子一走 我爹顿时腿了下来 养在我屋里的母兔子 不知什么时候弄开门 跑了出来 只他蹦到我爹脚边 立起身子来 两只前爪扒着我爹的腿 一双眼红的低血 我爹一见母兔子也哭了 他把兔子抱起来 似是在对自己说 也似是在对兔子说 这么多天都过来了 就差最后一点了 就差一点 你就能做人了 母兔子侧着头 盯着我爹眨了眨眼 突然从他身上蹦下去 静止往着我哥屋里跑过去 我和我爹赶紧跟了上去 只见那母兔子蹦上了床 蹲在了嫂子枕头边 用自己的头贴着嫂子的头 嫂子动了动头 竟缓缓地睁开了眼 看了看四周 只是没多会 他又虚弱地闭上了眼 只是这回呼吸匀称了些许 这幅景象 我爹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但他知道 想要嫂子熬过这两天 绝不能再让我哥照顾嫂子了 凯娃子 既然母兔子自己 跑到了你嫂子床上 那这两天 你就在这屋打地铺 照顾母兔子 也顺带着 照顾你嫂子吧 这晚 我哥被我爹拎去了屋里 睡了个安生觉 我在嫂子屋里打了的地铺 睡到一半 却觉得什么东西凉凉的 贴上了我的身体 我胡乱地伸手去挡 却摸到一团软软的东西 一个声音像风似地 吹进我耳朵里 阿凯 阿凯救我啊 这是嫂子的声音 我被这声音下的一机灵 猛地惊醒 却看见嫂子 好端端地躺在床上 兔子也握在他身边 一双眼睛泛着红光盯着我 像是有话要说 我被兔子的眼睛盯着 不由自主地走向了床边 坐了下来 这时 嫂子却缓缓地睁开了眼 一双眸子含着水湿地望着我 阿凯 你想我活吗 说着 他竟费劲地撑起了身子 我赶紧伸手去扶 他顺势勾住我的脖子 往我怀里蹭 我头回和女人这样亲近 僵直着身子 手也不知道往哪放 阿凯 抱我 告诉我 你想让我活吗 嫂子的声音带着蛊惑 我不由自主地抱紧了 他收入的身躯 点了点头 像 嫂子 我想你活 起码 活过这两天 要是嫂子死在的 我招料的时候 我爹和我哥 一定不会放不我 嫂子不知道我心里的算盘 只是已在我怀里 轻轻地笑了 你想我活 哪怕付出任何代价吗 我愣了一下 但怀里的人 好像容不得我迟疑 手在我身上催促起来 于是我又点了点头 止住了那催促的手 我想你活 珍珍 我想你活 天亮之前 我放了一碗血 先为给了嫂子 我爹来叫我时 我正在放第二碗 那是给母兔子的 我爹看我喂完兔子 又走到嫂子床边 摸摸他的额头 又探探他的鼻息 他 能活到明天吗 我瞟了一眼床上的人 小声回答 王兔子不是说了 活不过今天傍晚吗 话还没说完 我爹就已经出了屋 想来 他不是在问我 约莫下午的时候 王兔子来了 他说他来送送嫂子 可他进屋 刚给嫂子把了脉 便惊得跳了起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我昨日分明 已经摸到他的死脉 他活不过今天傍晚的 我爹和我哥 被王兔子的叫声 给引了进来 问我怎么回事 王兔子也抓着我的胳膊 问我嫂子 昨晚有什么异常 我被三个人扯来扯去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床上的嫂子悠悠转醒 开口从我爹他们手里 就吓了我 王先生 我还能活多久 您就直说吧 王兔子看着自己 坐起来的嫂子 像见了鬼似的 你 你现在 与常人无异 死不了了 嫂子确实不像个 快死的人了 不仅能坐起来 还能自己下地做饭了 我们谁都说不出的 所以然 王兔子合计了好半天 才吐出一句 也许是回光返照吧 对 一定是回光返照 赶紧准备后事 回光返照 坚持不了多久 说吧 便匆匆离开了 听说嫂子是回光返照 我哥也难得 发了一回慈悲 没使唤我嫂子 他想做啥 都随他去了 只是一双眼 一直盯着他 生怕他在我最后一次 给母兔子喂血之前 断了气 这一宿 全家人过得胆战心惊 嫂子没搭理我们 到了晚上 自顾自上床睡去 我哥和我爹 隔一会变态一下他的鼻息 好不容易熬到天快亮了 嫂子还有气 我爹声音里 是藏不住的兴奋 凯娃子 快 放血喂兔 等兔子喝完第七次血 嫂子就可以死了 而意外 也就发生在兔子 喝完第七次血的时候 嫂子醒了 不仅不像王兔子说的 回光返照 反而像是一夜之间全好了 如今的嫂子 就跟三年前 刚嫁到我家时 一样健康 她见我们都围着她 满脸的错愕 懂事的起身 去给我们做早饭 这下该我爹傻眼了 做兔妻 已经成功了一半 血兔已经喂好 就差一具新鲜的女尸 把血兔塞进去 可偏偏 该在这时候 成为女尸的嫂子 又活了过来 古书上说 血兔做成 需的一个时辰之内 塞入女尸 否则前功尽弃 妄想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我不知道我哥和我爹 会怎么选 是让血兔白费 留着一个健康的嫂子在家 还是杀了嫂子 赌一把吐妻的传说 我私心是想嫂子活的 平日里我哥欺负我时 只有嫂子 会偷偷安慰我两句 可在这件事上 我说不上话 一切都得我哥和我爹拿主意 我爹看了眼忙活的嫂子 皱了皱眉 有些不忍心的开口 丽娃子 要不 先不做吐妻了吧 真真嫁进来 也没有做过什么 对不起老李家的事 我哥哼了一声 拖了个凳子坐下 他给全家下巴斗 想跑 还不算对不起我们家 他嫁进来三年 别说儿子 连个闺女都生不出来 不算对不起我们家 我爹让我哥问得哑口无言 渴了半天 也没可出个人后 我哥健壮 脑子突然灵光了似的 把头凑到我爹面前 爹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吐妻做成 也是女士的模样 对吧 我爹点了点头 我哥笑了 那当然了 你想啊 真真虽然平日里还算听话 但毕竟有一心了 咱杀了他 做成吐妻 一准不会再跑 真真有的优点 吐妻都有 最重要的 是吐妻能生啊 你不想抱孙子了 抱孙子三个字 戳中了我爹半辈子的心事 他脸上最后一丝 不忍隐去 父子二人顺手取下墙上的麻绳 一前一后的就进了厨房 紧接着 厨房响起一声惊呼 而后是锅碗吊的的声音 若有肆无的 还有嫂子求救的声音 阿凯 救我 我下意识起身想奔去厨房 但走到门口 却又止住了脚步 我不能坏了家里的大事 我躲回屋里 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 试图挡住那声音 钻进我的耳朵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 嫂子不是我害死的 我只是不作为 我没有作恶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我爹把我从被子里捞出来 我浑身的衣裳已经被汗湿透 走吧 该做吐妻了 不然该误了时辰了 嫂子躺在床上 我哥已经替他换好了衣裳 一身新嫁娘的嫁衣 却不是红色 而是白色 只是肩头有着两点红 恰似兔子的一双红眼 见我来了 我爹让我抓住母兔子 他掀开了嫂子的裙子 而我哥 掰开了嫂子的腿 命令我 把兔子塞进去 我赶紧别过头去 不敢看嫂子的遗体 我哥一脚踢在我屁股上催促道 赶紧的 耽误了做吐妻 老子打死你 我两手抓着母兔子 不停地抖 根本不敢靠近嫂子 我哥骂了一句 一把夺过我手里的母兔子 让给我掰着嫂子的腿 他把母兔子放在嫂子身下 往前推了推 那么母兔子就像孩子找奶似的 拱着往嫂子身体里钻 牙齿啃食皮肉的声音响起 眼前这阴幕 看得我都快要晕过去了 只好闭紧了眼 祈祷快点结束 过了许久 随着我爹惊喜的一呼 我被我哥一把推到地上 没用的东西 还好没耽误兔妻做成 爹 现在这母兔子 钻进了珍珍的身子 我们就只需要等了 对吧 我爹把嫂子的裙子 重新整理好 点了点头 接下来 每天午夜时 掀开嫁衣看看 如果珍珍长出了兔尾巴 就要把沾了露水的草 塞进他嘴里 这样一来 兔妻的本事受限制 才能温顺亲人 看尾巴这活儿 顺带会看了嫂子的身子 我哥怕我一个人 去看嫂子的身子 占便宜 便主动懒了这活儿 我也乐得清闲 七天没睡好了 我正好不补觉 可安生觉才睡了三天 我哥半夜的惊呼 就打断了我的美梦 我和爹到他房里时 他手里正高高地 举着嫂子的裙脚 手指着嫂子的下身 尾巴 尾巴长出来了 我爹赶忙去院里 摘了沾了露水的草 塞进了嫂子嘴里 一家人也不打算睡了 就藏着嫂子的白嫁衣 等着看他什么时候 能分娩出死兔 一直等到鸡叫第一声的时候 嫂子的小腹动了动 接着 有什么东西 从他身子里滑了出来 我一看 赫然是我用血 喂养了七天的那只母兔子 我爹和我哥 盯着嫂子免出的母兔尸体 大气都不敢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嫂子还是没有半分复活的迹象 我哥忍不住抱怨起来 说都怪我爹找的鬼方法 害死了嫂子 早知道就不做吐妻了 我还能有个媳妇 现在倒好 什么都没了 我爹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外头计较了第一声 我哥起身准备回屋 我和爹也跟着起身 可还没等我们走出房门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重重的呼吸声 爹 老公 阿凯 你们去哪儿 我们三人身子齐齐一顿 相应地转过身去 床上的嫂子像是刚睡醒似的 见我们都看着她 才慌忙地用嫁衣 遮住自己的身子 吐妻 成了 见到嫂子死而复生 我心里头是高兴的 可嫂子看我的眼神 却陌生了很多 反倒是往日里 他看我哥都是满脸的惧怕 如今却是充满了爱意 往日里 看到我爹在看他就赌的嫂子 如今竟还对我爹笑着眨了眨眼 我哥和我爹都说 做吐妻 做对了 从前甄甄就没有这么懂事过 是啊 也没这么有风情过 嫂子成了吐妻之后 原本她的那份家务活 全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哥说 她懂得心疼人了 自己也要心疼她 天天和嫂子关在房里 两人没日没夜地折腾 只有吃饭的时候 一家人才能见上一面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总觉得我哥瘦了很多 有时候我问起 嫂子脸上便泛起一阵红霞 我哥却是一脸的得意 凯娃子 你还小 不懂 这男人啊 遇到了好女人 是会瘦的 每当这时 我爹总是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 大口大口地夹着菜吃 嫂子成了吐妻 我哥是开心了 我爹却再也没怎么效果 直到一个月后 嫂子吃饭时 突然忍不住嘔吐起来 我哥着急忙慌地请了王秃子来 一把脉 嫂子竟然已经怀孕了 王秃子还没从嫂子 冰死而生的震撼中缓过来 如今又诊出嫂子怀了孕 一时间 竟怀疑起自己的医术来 不应该啊 你家珍珍这几年早就伤了身子 按道理来说 是没可能怀上孩子的 我哥也顾不得王秃子的喃喃自语 好记得往王秃子手里 塞了整整五张票子 把人往外送 可我李莉就是有本事 伤了身子的女人 我都能让她怀上 临走前 王秃子交代了一些 需要注意的事 其中一条 有为要紧 三个月内 胎还没坐稳 夫妻不得同房 送走王秃子 我哥又搂着我嫂子 摸着她的肚子 好一阵稀罕 稀罕着稀罕着 这手就往衣服里伸去了 我提醒我哥 王秃子的叮嘱 哥 三个月内不可以 我哥面带不愿打断我 毛都没长齐的东西 你懂什么 说着便打横抱起嫂子 静止进了屋 床依依压压的叫了起来 这一叫 便又是一个月 我哥和嫂子 竟是连吃饭都不出房门了 要我做好了 端到房门口放着 他们饿了 自己会端进去吃 期间王秃子也上门过 说要给我嫂子看看胎 可哥嫂光顾着忙 连门都不曾开 等房门再开时 已经是嫂子做了突妻 快三个月了 嫂子挺着旁人 两个大的运度走出来 说我哥换我进去 擦身而过时 她的手还有一无意地 刮过我的脊背 嫂子的手勾得我心愿一马 还不带我狭想些什么 我便被我哥的模样害住了 我哥一米七的个子 往日很是壮硕 得有一百九十斤 可如今床上躺着的人 身形勾楼 看上去不过一米六 她一身皮包骨痛 脸颊和眼眶也深深地凹陷了下去 整个人在床上蜷缩成一团 看上去不到七十斤的模样 我有些不敢认 那人却伸出枯树般的手来 她对我招了招手 细弱油丝的换我 凯娃子 你来 扶我起来 这熟悉的声音 不是我哥又是谁 我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床边 把我哥扶起来 她如今这副身子 轻飘飘的 跟纸糊的似的 我扶着她 总感觉像抱着一个纸人 我哥脸色苍白 眼下无情 她望着我 眼中含泪 把我的脸摆到她的嘴边 吐 吐七是恶鬼来锁命吗 她生仔 是用男人的命来换的 快跑 远 远离吐七 说完 她便像是耗尽了力气似的 垂下了手 她瞪大了眼 看着眼前的空气 似是看到了什么极恐怖的画面 大口大口的喘着气 我被我哥的样子 和他说的话吓坏了 出了屋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鞋都跑丢了 我在村头找到我爹 把我哥的话告诉他 这些日子 我哥扫房里的动静太大 我爹白日里都躲出去 听我这么一说 我爹先是一愣 随即想起了什么 顿时变了脸色 他起身拔腿就往家跑 脚下比我还快 等我紧赶慢赶 进到院里时 我爹已经急匆匆地 进了我哥的屋 又出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喘云气 我爹冲过来 对着我就是一巴掌 臭小子 拿你老子寻开心事不 老子推门进去的时候 你哥分明白白胖胖的趴在 哪有你说的那副 要死不活的样子 像是为了验证他的话 我哥衣衫不整的 扶着我嫂子出现在房门口 现在哪还有刚才 那副害人的骷髅模样 分明比之前还白胖了些 看上去得有二百斤了 他一双眼泛着红 盯着我 阴侧侧地笑着 凯娃子想女人了是不 你咒我 你嫂子她是我女人 我爹催了我一口 又给了我两巴掌 愿打发我去烧饭 这事就这么过了 过了不到一星期 我哥突然半夜 把我和爹都叫醒了 只见他浑身是血 脸上又是惶恐 又带着笑的 生 生了 我爹没清楚 还反问他一句 是不是嫂子晚上吃撑了 我哥用满是血污的手 抹了一把脸 一字一顿地说 真真生了 是个大胖小子 我有儿子了 爹 你当爷爷了 我爹这下瞌睡全醒了 一把抓住我哥的肩膀 瞪大了眼 你说啥 真真生了 他才怀了两个月 就生了 我哥索性拉着我爹 直接冲到嫂子的卧室 我也跟了上去 只见嫂子躺在床上 肚皮小了一半 而他胯下 确实有一个小娃娃 一身皮肤白的跟血似的 唯独两只眼睛 透着些微红 因为小侄的出生 这宿家里谁都没睡 好不容易忙活到天亮 安顿好了一切 嫂子却突然扶着肚子 大叫起来 不好 另一个也要生了 是女儿 我哥诧异 这孩子还没生了 他怎么知道是男是女 嫂子额头 请出细细蜜蜜的汗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老公 你忘了 我是吐妻 吐妻能左右胎儿性别 老大给你生了个儿子 老二我想要个闺女 我哥文言大呼神奇 我却突然想起 我爹的古书上有一句 吐妻 双宫 善生产 难怪 嫂子怀胎 肚子是旁人的两倍大 他这是双宫都怀了 我能想到 我哥自然也能 在忙活着给嫂子 接生第二胎的时候 我分明他听见我哥在问我爹 真真是双宫对不对 他一个子宫怀孕 并不影响他另一个子宫受孕对不对 不知为何 看着他眼中透出的渴望 和我爹点头时的坚定 我心中生起一丝不祥的预感 第二胎嫂子生了个女孩 因着一夜两孩的功劳 我哥杀了一只老母鸡 给他补身体 只是没想到 鸡汤送到床边时 嫂子正抱着小侄女在啃 我哥当即又仰起了手 嫂子却有些委屈 我饿了吗 再说了 这孩子气味有些不一样 我忍不住就 这话说的 我哥再也忍不住了 放下鸡汤扑过去就是一巴掌 我爹赶忙用身子挡在嫂子前头 死命的懒 一个女娲子吃就吃了 可别打坏了咱家的子孙盆 再说了 不就只吃了两根手指吗 兔子本就有吃幼崽 来补充母体养分的习惯 我爹这么一劝 我哥也不好再发作 嫂子又得以继续休养 只是这回 我哥不敢再恶着他了 嫂子休养了才不到一星期 他们屋里的床 又一一压压的叫唤上了 我哥不在卧室的时候 我爹也想进去 却被我哥拦了下来 以前真真不能生 您想玩随便玩 但现在 要是凝聚完了 他生一个 这怎么算 气得我爹大骂我哥不笑 老子都这把年纪了 就是神仙也不可能让他怀啊 说吧 脸色铁青的抬脚就要出门 可还没等走到院门口呢 他又被我哥拦了下来 您不是神仙 可真真是啊 我爹打量着我哥 有些纳闷儿 我哥脸色有些晦暗 声音也小了些 我索性实话跟您说了 过去三年 我不肯让凯娃子碰真真 是因为我不行 我 做不了男人的事 我知道您也没法再生孩子了 才让您上了真真的床 他瞥了我一眼 我赶紧低头装作干活 才听他继续说 我绝不允许他比我先生出孩子 我哥说完 一双眼直勾勾的盯着我爹 盯了好久 所以爹 现在的真真 你碰不得 但我有办法 让您享福 我爹不解 我哥嘿嘿一笑 指着指门外 咱们李家村最缺的是啥 是香火 村里人 多的是娶不起媳妇 生不出孩子的汉子 他又把头往我爹耳边凑了凑 与其中略带得意 我也不瞒您 就这几次 真真又怀上了 可他另一个子宫 还空着呢 咱家已经有了香火 再生多也没用 但真真能生 我爹恶然 说话都结巴起来 你 你的意思是 我哥握住我爹的手 点了点头 把真真多的那个子宫租出去 那些想要香火的男人 要么交钱 要么 就得带女人来 给您享用 嫂子的子宫 就这么在他不知情的时候 成了村里公有的资源 家家户户都知道 我们家有个能生的女人 不光容易怀 还只需要两个月就能生下来 最重要的是 不管男人行不行 他都能生出那男人的种 一时间 村里的男人有钱的出钱 没钱的就把自己的女儿 姐妹 甚至母亲 送到我爹的床上 只求换得一次爬上嫂子床的机会 生下一个有自己血脉的儿子 延续香火 我本以为嫂子是不愿意的 可我哥领着村里老老少少的男人们 进家门时 嫂子脸上却是含着春意的笑 他牵着男人们的衣角 把他们领进屋 一个 两个 三个 直到全村的男人都来过 而后的两个月 来过的男人 又提着厚重的谢礼 上门抱走了自己的孩子 至于怎么分辨哪个孩子是谁家的 我哥早就在小本本上 把每个男人进嫂子屋的时间 都挤了个清清楚楚 而出生的孩子 没眼间 都像挤了生父 所以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会从给嫂子肚子里 生出不是自己的种来 靠着嫂子 我家成了村里最富的人家 我哥也成了村里威望最高的人 只是在人人都有了香火之后 光顾我家的 便没什么人了 这天 吃饭时 嫂子突然对我哥提了一句 老公 如今我给你家村人人都带去了香火 但还有一人 还没来过呢 我哥家菜的手顿了一顿 眼神不自觉地瞟向我 见我也在看他便干笑着硬道 看我怎么把凯娃子给忘了 不过 咱家现在有钱了 我打算给凯娃子从外面买个媳妇 你们毕竟是叔嫂 嫂子往我哥碗里加了一筷子油菜 看你想哪去了 我是说咱爹 在我做吐气之前 咱爹就常来我床上 做了吐气之后 反而不得清静了 让人知道 要说你不笑了 当初我哥和我爹 就是用孝顺这两个字 逼着嫂子顺从我爹的 如今被嫂子反倒拿孝顺说事 我哥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可 万一要生出来一个孩子 和我们的孩子 怎么论 我哥试图用这个借口 打消嫂子的想法 谁知嫂子娇羞一笑 我是兔妻 兔子是可以消化掉孩子 不让他出生的 我哥被嫂子堵得无话可说 我爹也终于在全村人都圆了梦后 再次爬上了嫂子的床 过后嫂子的肚子果然大了起来 可不过三五日 心又平了下去 一直等到嫂子月室来了 我哥才终于彻底放下心来 古书上说的果然没错 兔妻是个好东西啊 我哥和我爹 没日没夜的在嫂子房里逍遥 我想 他们一定没留意 古书上关于兔妻 还有一句话 兔妻 姓宁 与人交 能以受受众 快活的日子不过越于 嫂子又以着门叫我 你爹 你哥 找你呢 进了我哥的卧室 床上躺着的是两具相似的窟窿 左边那个是我哥 比我上次见到他这副样子时 又消瘦了几分 右边那个是我爹 整个人已经像是烧干的柴火 仿佛一碰就会碎 我站在床边望着我爹 我跟您说过 会变成骷髅的 我哥也变成骷髅了 您怎么不信呢 嫂子进来 顺手关上门 走到我身后 扶在我肩上 阿凯 你还不打算告诉他们吗 他俩 可活不到天亮了 难道真要让他俩糊里糊涂的死 我爹已经双眼迷离 可我哥听了这话 像是想到了什么 他伸出枯瘦的手指 颤抖着指着我 又指着嫂子 你 你们 贱人 嫂子像是很惊喜似的 眼睛都亮了 他身子微微往前倾 胸脯贴紧了我的身子 你猜到了对不对 我们的儿子 不是你儿子 是我和阿凯的孩子 我哥气得直接呕了一口血 还想说些什么 嘴里却发不出声音 嫂子伸手握住了我哥伸出来的手 颇为体贴 你是想问 我和阿凯是什么时候的事吗 你忘了 就在我被你打得快要死的时候 就在你们谋划着用我做吐气的时候 你们都不肯管我 让阿凯守着我 就是那一夜 我哥怒火攻心 整张脸憋得通红 眼看就快不行了 嫂子打开门 而我儿子和小侄女叫了进来 对着他们一脸的慈爱 宝宝饿了吧 快吃了吧 等死了再吃 就不新鲜了 是的 古书上还有一句 吐 同类相识 习性病传 嫂子挽着我走出屋子 村子里各处 此刻都响起了和我家同样的惨叫声 以及牙齿啃食皮肉的声音 嫂子把头靠在我肩上 轻声问我 你后悔吗 不 我怎么会后悔呢 从小 我爹偏心我哥 但我并不好 我哥也以欺负我为乐 这种情况一直失去到嫂子被买回来 而村里的男人们 从没有人对我释放过一分善意 他们有今天 这都是他们应得的 我怎么会后悔呢 我伸手 第一次主动搂紧了真真 不后悔 他抬起头 手指划过我的喉结 我是问 在我可以活的时候 你任由他们杀了我做吐气 对于你的不作为 你后悔吗 番外真真视角 李凯没机会回答我的问题了 我杀了他 他和李老头 李莉 以及李家村的其他人都一样 该死 或许他会觉得他没有对我施暴 没有对我作恶 他只是不作为 可他的不作为 就是作恶 当初我被人以两千块的价格 卖给了李莉做媳妇 最开始我是有机会跑的 李凯同情我 我让他帮我逃 可他说 要是被他爹他哥知道了 他要挨打的 你看 我的一生 还比不过他的一顿打重要 后来他也是可以帮我的 很多次李莉打我的时候 李老头击入我的时候 他都在附近 只要他弄出点动静 就能让我少受些罪 但他没有 他只是不作为 是啊 他从来都只是不作为 就连我求活命的那一夜 他也只是没有推开我 依旧只是不作为 番外 古书 吐妻 取肥朔母兔一只 每日清晨 以南血连似七日 寻心死女士一句 以母兔入女体 语出吐尾 免出吐尸 则吐死女傅生 吐妻成 性嬴与人骄 能以受受众 众成 人结 且兔同类相识 习性病传 其子食父 所以 人不至吐妻为上 若智 切记公顺 吐妻行与人无异 性温顺 双公 善生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